你 你还真住在这儿啊 我刚才听小孙老师说 这台风把整个岛上的房子 都刮得风雨飘摇的 都是你给整好的 要不是亲眼所见 我还真不相信呢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给你拿点吃的用的 莎娃那个视频你看了没有啊 你说她多逗啊 她现在还学会跳那个海带舞了 海带啊海带 而且她也胖了 也长高了 肯定是莎娃她妈妈给喂的 雷雨昌 雷雨昌 你去哪儿啊 雷雨昌 杜老苏 你来干什么来了 我 专程来看你的呀 你就没点自己的事情要做吗 天天跟个狗皮膏要似的 我当然有了 我以后生活中只有一件事 盯着你 盯着我干吗 我在哪里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雷雨昌 你突然消失 你知不知道大家有多担心你 我真的害怕你再出什么事 你是不是没有听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想一个人待着 请你离我远一点 雷雨昌 你别整天把关心你的人往外推好吗 我们都想帮你 杜晓苏 杜晓苏 这世上 或许有许多人需要你的帮助 唯独我雷雨昌不需要 雷雨昌 你别动 雷雨昌 雷雨昌 你千万不要想不开 我求你 你别跳了 我说杜晓苏 你说什么呢 吓我一大跳你这突然冲上来 我跳什么呀 你站这么高 不是想要跳下去一了百了吗 如果你想跳的话 我会跟你一起跳下去的 你跳 我也跳 杜晓苏 这世上还有比你还烦的人吗 我在上海 你一直追到我家去 我在这岛礁上 你又一路追到这儿来 我要是真想不开 也是因为你 行了 送开 我不送开 那你就这么搂着我 你要是在一滴洞 咱俩交底下这么一滑 两个人可就跳下去了 你别吓唬我 除非你说你不是要跳海 你发誓 我发誓 我不跳 可以松开了吧 你 刚才 真的不是要跳海啊 我可没你能想不开 你 苏子 过来找我干吗 刘思洋来找我了 他跟我说了很多你坚弈里的事 雷雨昭 以后不管你再怎么样哄我 我都不会离开了 如果你想待在岛上当渔民 我就跟你一起当渔民 如果你一辈子都不想离开这小岛 那我就一辈子也待在这儿 余震哥 小素季 对啊 咱们晚上一块儿 人呐 这 这怎么没有路了 完了 找潮了 那我们怎么回去啊 没信号啊 你电话呢 你电话呢 电话 我刚才出来的太着急了 没带 余震哥 小素姐 你俩跟你们快一点 走嘞 糟了 余震哥 余震哥 小素 嗯 小素 没事吧 头怎么这么烫啊 没事儿啊 小素 你别 你撑着点 你别睡过去了 这段时间 我经常一个人来到这里 看着这片茫茫的大海 还有这片孤零零的礁石 他们无依无口 特别像我的景欲 我坐在这里 时常就在想 也许很多东西 何尝不是上天直接安排好的 我是在那样的一个家庭里 拥有了财富还有地位 所以上天自然就不会给我幸福 我注定会失去我的母亲 注定没有人会爱我 我也学不会去爱别人 现在这些 一切都变得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 雷宇宙 你别这么想 我何尝不想 我要是能一了百了了 我是不是就请松多了 可我很快就想明白了 一个人活在这世上 最痛苦的不是孤老冲死 而是不管你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都改变不了现实 我妈已经离开我了 从小到大 我立志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人 就为证明给她看 二十多年前 她抛弃我 是多么错误的一个决定 可我后来才发现 我妈早就死了 这二十年来 无论我是爱她还是恨她 我都改变不了这个结局 我妈注定回不来 陪着 小苏 我好冷 好冷啊 小苏 小苏 好冷啊 小苏 你挺住啊 小苏 雷宇峥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如果我们 小苏你放心吧 我们真的出不去了 我们真的出不去了 我一定带你回去 永远不要离开我 你听不住 答应我 我答应你 都答应我 想要他 他是想让你消枉 我带他 那 到那邊 小蘇老師 小蘇 我們又救了 小蘇 你醒醒來小蘇 小蘇 小蘇老師 我們在這裡 小蘇老師 小蘇老師 我剛才 是不是燒得說胡話了 就是胡話我也當真了 怎麼臉這麼胡啊 不是應該已經退燒了嗎 不是應該已經退燒了嗎 不燒了啊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啊 當然要對你好了 你越是對我好 我心裡就越是揪著 越是害怕 那恐怕 你得再怕一陣子了 我會一直對你好下去的 你好 我女的她想說 我要做這精髮 我會這樣說 我拜託哦 你說 我保 Aff... 你怎麼這麼好